10月11日 女演员邓丽心在全湾新天地 出席培佑会捐赠铅笔的慈善活动 据知跟台湾男歌手邱胜义 处于热恋中的邓丽心 在台湾开了一间饮料店 这很会让人产生一个有趣的错觉 就是笑她非台湾跟王子密会 会有多了一个借口 玩笑归玩笑 但不知是否有投资移民的考虑呢 对此邓丽心表示 暂时还没有想到那么远 只是第一间在台湾 未来也应该会在香港开 接着又填秘指 男友已经自动帮忙宣传了 其实也不用叫了 好像她已经开始帮我宣传 因为她比较近嘛 就是她在台北就是 有空就可以去买饮料 就是刚好她买完 就帮我顺便地宣传一下 提到日前跟杨爱琴等人 预祝生日小聚会 却未见好姐妹吴与飞同场 她就叹一口气后回应指 其实她很忙 我有跟她一直联系 但是我知道她就是 现在全心全意都在她的小孩身上 所以我都没有一定了 就是我觉得不一定是生日啊 就是什么时候 我们想见面都可以见面 非凡娱乐香港报道